Hello,大家好,我是吉贤,咱们又见面了 首先,感谢您的关注 我是真没想到停耕了这么久 然后突然发个视频呢,还有人能记得我 这个真谢谢您了 然后今儿呢,咱们还是不聊政治 搞点这个兴趣小制作 今天呢,这个就只能是我拿手机自拍了 所以这个画面怎么着呢,就凑合看 记录生活 好嘞,长话短说,咱们马上进入正题 今天搞个什么呢 不做大的机器人 但是做个小的,很实用的工具 就是这样,我们在做这些个小的DC的电路的时候 就比如说用机器人电路 那我们经常会用到 一般是24伏以下的这种直流电 实际上它的电压并不统一 往往是这样 比如说一些个公寓设备 像这个比如说电机 还有舵机控制方向的 这些玩意儿呢 它比如说用的就是12伏的DC电 像舵机呢 一般是用的是5伏的电 也就用9伏电的 舵机呢 就比如说是这个东西吧 你看它上下,头是能转的 然后左右,这是两个轴的舵机 这是一组供电 然后呢,再到它的电路板 实际上这电路板呢 这有两层板 一个是ESP32 一个是树莓派 ESP32是比较省电 它的这个电压适应是比较宽泛的 因为它上面有一个整流模块 它根据你买的模块不一样 但往往那种宽泛的支持 能够到3伏到12伏 全都能自适应 看你上面的那个整流模块是什么样 但是像比如说这个树莓派 这就比较高级啊 这是一个电脑主板 它通过GPIO供电的时候 是没有经过这个Voltage Regulator 就叫整流模块了 所以呢就是你的电直接给 那它呢就需要是5伏的供电 所以真正在一套机器上边啊 这个电压根本就不统一 所以要有很多的这个升压降压的这种操作 那么为了调试方便呢 所以我今天呢就准备自己做一个这个移动的可调电源 你们大机器那个电源吧 一个你得弄着线啊 还有一个主要我没有 我也不准备再买一个了 但是小电路咱这有啊 因为我也不是拿那个准备 就是一直在那儿搞开发 就是测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那上面那个灯条 这个大家比较常见 这是一个12分LED的灯条 只要你这个电给的够 你就可以驱动的 好 我把桌子收拾一下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咱们准备都用什么样的原件 这个工具呢其实特别简单啊 这是我前两天坏了个充电宝 拆了一个这个18650电池 咱就变费为宝就用它 它是3.7伏的这个电 这截它是两截电池 那截坏了 这截还能使 然后呢 我们给它配一个18650的电池盒 对吧 然后呢 这是一个电压输出的一个小模块 所以呢 安全起见呢 一定要给它配好一个连接端子 我一般的习惯呢 是如果它是输出电的 那它就用工头 接受电的那个设备 用母头 对吧 所以到时候我测试设备呢 我们把这个焊到一个测试设备上 好 然后呢 这个电路模块其实非常简单了 这是一个 我拉近点啊 这是一个叫做 电池模块 电池充电模块 它是怎么工作呢 就是这是USB口的吧 这是进去 然后呢 这边接一个ES的 就是3.7伏的一级的锂电池 你可以并联 但是反正它的电压是3.7伏 当USB这个插入的时候 这不是5伏的电吗 然后它呢 会用这个芯片转成4.2伏 给这个电池充电 然后呢 如果它在放电 就是这两个口 我拿这个表笔来 来去指一下 就是这两个口 分别是正级 负级 这是它往外放电的两个接口 然后呢 上面这两个口 其实和这儿是通的 这个时候我要介绍一个 很实用的小工具 LED灯 因为你这么看 它不得看啊 如果我给它打开 诶 这样就非常方便观察了 对吧 我把这个挡上点高光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上边条线是通过来的 下边条线呢 也是通过来的 那么就是说 这两个口 其实我接一个就行 好 这就是这个充电模块 实际上呢 它能够提供的原始电压 就是如果你只用 它这个电池输出 它原始电压呢 就是3.7V 如果你这时候插着USB的线 边冲边放 那么来去使的话 它输出了一个4.2V 所以这个模块 并不像那个网上说的 这种直接输出5V 这个并不行 好 然后它完事以后呢 这个没有名字 应该是我们伟大中国产的 然后呢 咱就说这个模块 这个就是 这是有没有性的 这是MT3608 这个东西呢 是哪年了 两年前吧 就是我们这被炸停电的那冬天 我不是做这个电路 买了好几个 然后富裕了几个 富裕了呢 正好就把它用上了 这个模块就比较简单了 VIA 这叫什么 VIN 我们看这 Voltage In 就是Voltage 这是正级 这是负级 也就是它输入在这 它输出在这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可调电阻 它呢 来去控制 有一个电微器嘛 就控制输出的电压 它的输出电压呢 好像是能够最高到24V 最低呢 就等于你的输入电压 好像它接受最低输入是2V吧 这个我记不清了 所以呢 不管不管怎么样 就是我们的输入电压 不是就是3.7V或4.2V吗 就是由它来进来的 就是由它来进来的 然后呢 在这儿拧完牛肉之后 调好电压 在这输出 输出呢 然后接上这个公头的这个线 对吧 其实这个东西很简单 但是呢 你看咱这强迫症啊 我就不太想给它 传着一堆电路 叮得朗朗的 就感觉这活儿老没干完似的 所以我这儿呢准备了个亚克力的一个板 咱干活干漂亮嘛 做绝缘 这个我准备这么装 这电池 这电池舱那好办 这本身有一个安装孔 但是它一个孔它会转 所以我待会在这儿打几个孔吧 就是把电池舱固定到这边 给它隔离 它的控制电路啊 放到这边 这不是Vout吗 再这样放 然后呢 这个口 这个USB口 如果我们安装的时候 那你肯定得特别靠边 对吧 要不然你不好插线啊 然后呢 我们去量一下它的这个位置 把它放在这儿 大概比一下这个位置啊 差不多就是这样 因为这是双面安装的 所以呢 我要把两边的螺丝孔错开位置 并且呢 这边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厚度 我把这个板裁下来 然后呢 在这儿装两个支柱 这样呢 它就是不用把这个电路 直接裸露在外边 看起来就漂亮 其实今儿的视频呢 主要是我像练练手 裁在这个板子 技术呢 并不难 这全是手工活 行 那咱们就收拾一下 准备开干了啊 就是这两个些电路板吧 你看它个头挺大 它没有安装孔 所以你怎么装 就是你要么就粘上它 粘上它的这道行 这边是一个平板 那所以呢 如果这儿会有焊点 所以这块要留出厚度来 这儿不能直接粘 那就得在这儿粘个板 给它垫高了 用这亚克力的板 我裁一小块 然后再粘到这个板子上 然后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吧 也比较恶心 你怎么粘它呢 也是它这边肚子是平的 对可以粘个亚克力 但是光用胶呢 我还怕有点不结实 所以这块呢 我准备在这顶一颗螺丝 因为这个USB口 你是经常要拔插的 对吧 你往里插 这会使劲 它老会给它这个加力 拔的时候呢 拔的时候我倒没辙了 因为 拔的时候我可以把这儿给豁开 对待会用工具 把这两个机给豁开 然后在这儿看能不能放两个这个小的螺丝固定它 这样呢 这个接口前后用力的时候 它就不会 如果拿胶粘嘛 就很容易 很容易蹭掉它 另外当时拿胶的时候呢 我们也注意就是 不能拿那种就是热绒的胶 首先那个那种那种小棍的热绒胶肯定没戏 因为这俩原件工作时候都会发热的 所以我放一个塑料板 也是为了让它和电池隔离开 中间拿那个小柱子给它织起来 待会我准备呢 如果是胶粘呢 就是那种强力胶 502胶那种 先把这个东西大概的位置打好标记 打开其的宽度在这儿 好 因为我要上下两个板 所以我得裁出两个这么大的这个量来 然后呢 我们就要在这儿打螺丝 所以在这儿有一个贯穿的孔 在这儿加一个标记 待会会在这板上这儿打个眼 别的地儿呢 我应该是上下这儿 还会再打两个螺丝 但那个可以直接穿过去 好 先照着这个 看看能不能把板裁下来 为了不划桌子啊 我把这个菜板给挺出来了 这您就看出来了 这个反正是用刀 用刀用电汗的玩意儿 这在家就这活谁干啊 是吧 行 拿这个垫底下 然后咱们开始划 我这儿有一个专门划亚克力的一个壁纸刀 还行 这第一块切下来 这个比我想象的还容易点啊 特别高级的 这个透明的塑料板 好 那继续切其他的块儿 看 gentleman透了没了 看ologYN 最后还是掰折的 大概理会一下尺寸 差不多 差不多的尺寸 照着这个我再切下一块板 这个材料呢差不多就切好了 这是最后一块 最小的最难掰的板 好 这两个板呢 大概会是这样 你看首先呢 电池会被装在这面 对吧 然后呢 这两个电路板会夹在中间 每一个电路板的肚子底下 垫一个这个 垫高的片 这样呢留一些个空间 给那个下面的电线焊点用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上面有一个盖板 大概做完它会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它的接口呢 就是这个可调电阻的这个 这个这个旋钮要露出来 这边的USB要露出来 好 然后下一步呢 就是大概量好这些位置 然后在这个板上转眼 我刚才说 我刚才说呀 就是你看像比如说这种常见的模块吧 在这儿呢 像这种模块吧 这都中间都带一个孔 这个至少我 至少我安装是能方便很多 像这种模块呢 你就得自己想办法怎么安装的 现在这个精密的切割工作呢 基本上就完成了 我把这个放大一点 这个小电路呢 就在这儿 这是它肚子上的垫片 然后这个呢 肚子上的垫片 大概 大概是这样放吧 那么接下来 咱们做手工了 就要讲究点 我再给它磨个倒角 这是一个错刀 我这个是干大活用的那个错刀 但是那没事 一样用 就是这不是刀动了 就直接小片动就行了 省得滑手 但是这是塑料的 亚克力的 刚才找电钻的功夫吧 我总没事 如果我把这个是做成贯穿孔 这种安装的方法 虽然我这儿有这个M3的这种 螺丝螺膜 还有这个锥子 但是我怎么装 它这块呢 都会得鼓起一块来 对吧 但是它这个位置就比较恶心 它正好会碍着这个电路板的这个事 因为我鼓起那个螺母是金属的 那金属的就导电了 然后呢 它正好会 你看跟这个板 跟这个板的这个负极 就是跟它的电机接口重合上 所以琢磨不能那么装 那干脆就省事了 拿胶粘就完了 就跳了 不是不靠 我给你进码юсь 到哪里 那一个 我会变得好 这个 decir 就是